我们结婚两年了 有一个可爱的宝宝 我对他百依百顺的 但是他现在变得对我很任性 总是挑剔我 他表面上看着挺老实 但他总爱骗我 刚结婚时对我承诺的天荒乱坠 结果全都做不到 他总爱跟我翻旧账 小题大做 我是对他做过承诺 我现在也是一心一意地 为我们的幸福努力奋斗 他就是甜言蜜语把我骗到手 然后就不珍惜了 我们现在的婚姻 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后悔这么早嫁给他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赖26岁来自成庆 汽车销售 女嘉宾小姚23岁来自四川 自由职业 欢迎两位 今儿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后悔了是吧 就是我觉得刚开始和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和他结婚了以后 我觉得他变了一个人 我觉得他不爱我了 有什么事情还瞒着我 骗着我 我就受不了这样 我不想和他过了 不想过了对吧 不想过了把事说清楚 刚开始和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说我以后嫁给他了 他可以带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啥都不可以不用做 就当一个老板娘就行了 带我一路躺赢 可是现在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你太天真了 他骗我 这怎么回事你怎么故意骗人家呢 我也没有骗他嘛 就是他自认为是骗他 但是在我看来那个就不叫骗 你是跟人说这话了吗 我当时是说了这话 这不后面情况有变化吗 他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 我特别受不了这种 就是之前他不是在开餐厅在重庆嘛 我是四川税林的 然后我有的时候去他那边待 有的时候在我们老家 然后就是两边待在那种嘛 然后那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和他两个姐姐一起开的餐厅 有大姐和二姐 他们都是外地的 大姐是云南的 二姐是福建的 然后我就说大姐二姐这么远 就是为了共同经营这个餐厅 怎么回去了呢 然后我就一直逼问他 他也不告诉我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看他的眼神 我就感觉心虚 然后我就说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餐厅被转出去了 我说天哪 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告诉我 你瞒着我干嘛呀 我特别受不了 餐厅是谁的呀 是我的主持人 其实不是他说的那样 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那个餐厅嘛 确实是我转出去了 但是他怀着孕嘛 我就怕他这个身体上有问题嘛 我就没有告诉他 那我就说怀着孕里有什么 你应该提前给我说呀 难道就是因为你餐厅不做了 我就觉得你没钱 我不跟你过了 我是那么现实的女人嘛 不是的主持人 其实当时我也是为他着想嘛 我才这样也不叫隐瞒吧 我就把事往后面再缓一缓 然后我后面我再告诉他 是这样的 行吧就是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告诉妻子家里面 有一个重大变故 这事确实做得不好 对 但是我也怕他接受不了嘛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情 我刚开始嫁给他的时候 他没买房子 他说餐厅资金需要用钱 我理解他 我就说现在暂时不买房子也行 以后有钱了 我咱们再买个大房子 可是后面又变了 那个时候我怀着孕嘛 然后婆婆天天照顾我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就想着 既然你餐厅不做了 你就把餐厅转让的钱 拿到税林买一套房子 我想离我爸妈近一点 他不后面也给你买了房子了吗 嗯 房子是买了 可是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 我就想要有一个新的房子 他说我们现在买个二手房嘛 我说你现在怀孕了 新的房子 要装修 还要晾甲圈 你搬进去也得好几年 这个我也妥协了 我当时给他也说了情况 我也觉得没什么 我当时给他说了真实的情况的 多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他也答应了 但是 但是后来我们看上 那套房子准备付钱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对我的 他说我要把 把那一部分的钱 留给爸妈养老 我暂时拿一半出来 叫你爸妈拿一半出来 那我回去怎么给我爸妈说 本来我嫁给他都是裸婚 我啥都没有 因为这个餐厅嘛 是我还有 我父母跟我姐姐他们一起开的嘛 那你就不能说这餐厅是你的呀 啊 对 是我们一起开的 就是后来餐厅倒闭了嘛 然后我就拿了一小部分钱 就给我父母他们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钱 剩下的就拿到税林 跟他一起在税林买了房子嘛 就当时让他父母出了钱 可能他和他父母 可能有一点不乐意吧 这事你知道吗 我就是不喜欢他这样 有什么事情先给我说 给我说啊 你又答应我 答应我你又做不到 我就不喜欢这样 就因为这两件事要离婚吗 我就是过不下去 我受不了 真的是触犯了我的底线 他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嘛 他就一直的觉得我对他不真诚 然后自从我跟他到了税林之后嘛 我觉得我的生活才是彻底的被改变了 餐厅倒闭了之后 我多朋友找了一个工作嘛 在重庆这边工作 然后他对我的态度就是 他不希望我到重庆工作 他就会处处的围栏我 他就专门针对我 我觉得我在家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地位了 我觉得特别的憋屈 好 你们现在在哪儿 他在哪工作不是工作啊 本来我们俩以前才某人都是异地恋 然后现在我说餐厅不做了 你就在税林找一个稍息工作也一样的 非得要待在重庆 现在照理在哪儿生活呀 现在我在重庆工作 但是我工作完了我要回税林 那就回去呗 对啊 我也觉得没什么 就是他嘛就不乐意嘛 不我之前还开着车嘛 就因为这事他不让我开车了 在税林一样的上班 他要在重庆去上班 开车邮费过路费 接下来的事情 我觉得更过分了对我 不是回家嘛 他非得让我给他按摩 就我之前就一直给他按摩 我也没有说什么 就一次我那天回家特别晚 然后他就说 你今天晚上回来 你就必须给我按摩了 那当时我已经挺累了 也挺晚的时间 我就睡着了 他就把我给叫醒 他说你今天不给我按摩 我就不让你到屋里面睡 他叫我去沙发里面睡 我就心里想着 我这么晚回来 你还让我睡沙发 我叫你做什么 你都要做 现在结婚的就变了 你都累了 那我怀孕脚水肿 我让他给我按摩一下 有这么难吗 我的要求不过费啊 是他自己脾气挂 要去沙发说睡的 自己我当时急急着了 我就说 那你不给我按摩 你就去沙发上睡 这等于在孕期啊 也可以理解 现在呢 对啊主持人 我心里面特别的憋屈 哎人家怀孕嘛 你就得了就过了 就现在嘛 他就嫌我 可能每个月的工资嘛 就比较少嘛 他就觉得我现在一个人的能力 不能支撑整个家 当时我们的孩子才五个月嘛 他就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 他要出去工作 因为当时孩子还在母乳期间嘛 那个时候孩子特别需要母亲的照顾啊 那你作为母亲 你为什么要出去工作 你不给孩子喂奶呀 这件事我也特别不能理解 五个月就断奶了是吧 对啊 但是他那个美国要做销售 是五千块钱 我刚怀了雨 我生的孩子 我也需要保养呀 孩子也需要料不私呀 这些都要用钱 我就要出去上班 就去呗 我就是要去上班 去了吗 对啊主持人 他上班是去了 但是他就为这时候 还跟我妈妈大吵了一架 他还把我妈妈给骂回老家了 你说这个事情 你要尊重长辈啊 对不对啊 那人家有的孩子生下来 人家没母乳的 人家还不是一样健康长大 他妈妈就说 哎呀孩子还小 就要吃母乳以后才健康 人家没母乳的 一样的不也健康长大了吗 哦行 等于你跟你婆婆也打翻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可以啊 那你们现在在他老家生活 跟丈母娘那边的关系怎么样 之前关系还不错 但是后面就因为一些小事情嘛 也慢慢的在变化 就还有一个事情主持人 我觉得他现在出去上班 就一点不为家里面着想了 就是他的心思 完全就没有在家里面了 你说他出去上班吧 他平时他就是做舞队的嘛 然后他们舞队有一个领队的 然后那领队的是一个男的 三天两天的 让他出去接活动啊 一去就是几天出差 接完活动不说他不回家 而且还要在有时候 特别晚的时候 还要去酒吧里面坐一下 有时候甚至还会 跟他们出去旅游 我就特别想不通了 不是我要解释一下 他就是不相信我 他怀疑我 他觉得我和我那个男领队有一点什么 我们每次出去演出 都不只是我们两个人单独的 我们都是三四个人四五个人 几个姑娘一起的 那个男领队也在带领着我们 他不相信我误会我 不理解我 但是就那一个普通的关系 能过生日送他一只口红吗 你说这个叫什么事 送这口红怎么了 说明我们平时那个工作的关系处得还挺融洽嘛 哎 这就是过的啊 我觉得特别委屈主持人 就是我宁愿他在队领本地嘛 出去跳跳舞没什么 比如说现在网络直播对吧 这么多 你也可以选择网络直播 我受不了 我就不喜欢你跟那个男领导出去 那些男的在网上说那些 我听不惯我不想做这个 我就喜欢跳舞 我要跳舞 其实我的要求也特别简单 我就希望你不要跟那个男领队接触了 你其他这么多舞队 你不可以选择吗 又涉及到妻子的职业方式和职业方向 行还有什么委屈都说出来没关系 我觉得我太憋屈了 我感觉就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自从我来了来了他们这边过后 咋憋屈呢 不光是他要针对我嘛 就包括 包括他妈妈我觉得也在处处的在针对我 在围囊我 因为 我妈妈怎么针对你啊 当初你说没钱买房子的时候 我妈妈拿一半的钱 你说你给你妈妈养老 我妈妈还不是要养老 我妈妈拿一半的钱给我买了房子 现在你又说他对 对你有意见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不是这样的 是主持人 就因为就是从一些事吧 我就能感觉出来 比如你说一件 就是我平时就下班回家 有时候挺晚的吧 孩子可能睡觉就睡得比较早 然后我下班回到家之后 结果我那天回去 她妈妈居然告诉我 她说 她说 小赖你就不要在里面睡觉 吵到孩子 她说你去隔壁屋睡吧 隔壁屋有一个条铁架床 她让我下班回到那里睡 然后我心里面就想 我下班这么晚回家 我回家的意义在哪里啊 我回家的意义也不是想看一下孩子 看一下你们嘛 你让我去隔壁睡 然后我一早上我一早又去上班去了 那我回家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回家等于没回家呀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她自己要选择在重庆上班的 然后她每天晚上回来又特别地晚 你知道吗 我弄着孩子几个月 孩子本来晚上就处于 非常地清醒的状态 她那个回家那个门 弄得那么响 孩子又 孩子睡不好 我也睡不好 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 她睡觉还要打呼噜 孩子睡不好 我也睡不好 我白天还要弄孩子呢 我也不是针对她 就在他们那儿工作不行啊 非得重庆啊 她因为一直她就针对我嘛 就是我也想在我自己的家乡 找个工作啊 因为我毕竟比较熟一点嘛 她就非要让我到 税林找工作 但是她也给我找了工作 也不是没有找到嘛 我就先暂时在这边工作 她就不乐意了 你心里有没有委屈啊 我心里特别委屈 你的委屈在什么呀 就是还有一件事情 我感觉我有一点接受不了 就是她母亲有时候会 转发一些朋友圈啊 微信啊 就是大概的内容 就是说 一个男人是怎样成功的 一个男人是怎样做一个 好丈夫的这些之类的文章 她完了发文章 不说还会配上一些文字 那文字的大概内容就是说 一个成功的家庭背后 就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男人 就是这样的道理 那我这明显不是在说我妈 那我妈妈觉得 肯定那句话 给人带来这能量好呀 未必就是在说你呀 是你自己对号入座吧 我觉得 想太多了 对女生来说 婚后的生活 跟你想得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 是来自于财务的困难 是这样吗 对 听来听去好 男生在婚后 并没有在情感上树离你 只是在经济上面 男方家里发生了 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变故 是这意思吧 还有就是欺骗我 有啥不给我商量 如果他盘店的那件事 跟你说了 其实你也不会有 这么强烈的反应 对啊 你提前告诉我呀 说明我和你接了婚 我才在这个家里 有地位呀 那现在你想怎么着呢 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过下去 是真不想过还是 我以前想的 我本来现在才23岁 我又给他生了孩子 我人家在外面玩 我去酒吧 他还说我 我就想我十月怀胎的时候 我那么辛苦 那么累 我每天八夜睡几个小时 我真的心里面这些 我不该给谁说 我现在才23岁 我这么小人家 还在外面玩的时候 那我呀 我要给他生孩子 我现在嫁给他就这样了 我真的不满足现在的生活 就像驴如一样 这个宝宝不也是你的宝宝吧 是我的宝宝呀 可是我觉得和我小生的一切都改变完了 我不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 所以你其实还是想回归到你那个姐妹圈去是吧 也不是姐妹圈吧 我就觉得 我既然嫁给你 也不是特别像那种现实的人 你有什么给我说吗 我就是想不通这些小事情 你能理解他心里那个点在哪吗 我能理解他 但是他特别的不能理解我 我其实也特别的委屈 自从我来到了他们这边之后 我就没有一天像人过的生活 我在他们家里面特别的没有地位 本来我一个男的按道理来说 你们女方应该到我们这边来生活 结果反而我 我跟你到你那边去生活 不说 我还特别的受委屈 你有啥委屈的 是他自己不愿意和我们沟通的 我和我妈妈都说 在家里面就是主持人 我说什么事都不能做主 你知道吗 什么事你要做主 不做主多轻松啊 让他们都做了 你听不就完了吗 他不喜欢沟通 有啥事都闷在心里 我就看不过那个样子 有什么你说出来吗 你别闷在心里面嘛 那你们谈恋的时候怎么谈的呀 那个闷着像什么嘛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的呀 本来我们俩就是异地恋 然后又属于散婚 多久散的呀 在一起接近一年 把我们俩就结婚了 然后就有娃是吧 对 然后我啥都没有 就是 就这么白白地嫁给他了 就裸婚呗 对 所以别一听这女生 咋咋呼呼就觉得 好像奔前去的 她的那个气氛点 来自于家里面 这么大的变故 我作为家里的女主人 居然不知道 对 对